已经有200多万乌克兰难民逃到波兰了,想想这样的场景,何其凄惨,那么多家庭流离失所,有些女性,文威性工具,孩子们更是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,而这一切不是因为天灾,只是因为人祸,俄国人说他们有道理,是美国逼的,甚至中国的很多媒体都说是,美国操纵逼俄国出手的,美国人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,打这个打那个搞死了多少人,多少家庭妻离子散,骨肉分离, 但这并不是战争的理由啊,是你掀开第一枪打起来的,你说克里米亚是你的领土,历史上都是你的,那你为什么要给乌克兰呢?乌克兰九几年独立的时候,你怎么不要回来,现在突然蹦出来说是你的,那中国能不能突然蹦出来,说海深晚是中国的,显然不合适,每个国家都应该尊重现有的领土格局,因为在这个核战争的年代,打仗对任何人都是不利的,就算克里米亚是你的, 您不是也拿回来了吗?乌克兰城不承认那只是他的事,你的领土还要别人承认吗?显然自己也是心虚,说美国人挑起来,美国人是坏,但是你俄国也不咋的呀,你打到人家国家,烧杀抢掠的,造成了几百万难民,这种事难道美国人能逼你是怎么着? 这场战争充满了大国博弈,而受伤的也只有乌克兰人,这是个大国的时代,弱小国家就只能当炮灰,俄国人就是打了咋的,美国人就是不救,甚至心里还高兴咋的,因为乌克兰这样的国家,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,可怜了乌克兰人,一切的恶国都由他们来承担,俄国人打这场战争,究竟有什么好处? 你普京上台多少年,经济没发展好,科技没发展好,表面的强硬没有任何的作用,你普京挂掉之后,俄罗斯人要为这几十年付出多大的代价,难道就一辈子指望着卖石油赚钱吗? 你不去想法子改善你的经济,不去想法改善你的民生,搞得全世界民不了生,你可是真牛逼呀,乌克兰人民真惨,同样伊拉克阿富汗人民也可怜啊,没有人会真正在乎他, 媒体也只会从自己有利的角度去解读,谁会真正为乌克兰人民说话? 可惜,他们注定是悲哀,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,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,强者的一切就是道,虽然我们普通人讨厌这一切,但又有何办法呢? 谁又能改变呢? 看到这个视频的人珍重吧,如果可能的话,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好,有余力的话,支援一下乌克兰的平民,而且也不要为此难过,你放心吧, 这样的事情将来还会有的,没办法,世界就是这样